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设客老师八文昌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节课呢 我们一起学习了组成海报的必要元素 其中的字体 那么这儿课呢 我们说它另外的一个元素 叫做图片 也可以说是图案 那我们都知道组成海报的时候呢 你必不可守的一些元素 包括你的文案 你的字体 你的配色 然后还有你的一个图片图案 那么图片图案的时候呢 你怎样去选择呢 那要根据你的文案内容 然后去寻找 假设我们要中秋节 然后做一款这个中秋节的气氛的海报 那么说到中秋节 我们肯定去先思考一下 中秋节它都包含了那些元素 那些元素可以彰显出中秋节的一些节日气氛 以及它的一些特点 首先呢 我们可能会到这个百度百科 然后去查一下中秋节 然后跟中秋节有关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会去搜索 从包括你这个文字上的选择 可能会选一些这个收写题啊 输法题啊 这样的一些字体 那么其次呢 你在这个配图上 你可能就跟中去搜寻一些 跟中秋有关的一些配图 通过这个百度的网站也好 三六零的这些网站也好 搜寻一些图片 但是我发现我搜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它有可能它的像素满足不了我的这个输出要求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密图网 或者说我图网 前图网等等这些图片下载的一些网站 可能有些是免费的 有些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花钱下载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设计来讲 图片素材的搜集呢 是尤为重要的 我本身有一个习惯 我会分 因为我是做这个 档期的活动比较多 平时做档期活动比较多 那么我就会 在每一个节日的时候呢 会刻意的建一个文件夹去搜寻 与这个节日有关的一些素材 然后也给自己建立一个图片库 深深长的我需要什么样的图片 我很快就可以找得到 就是说我们搜寻这个图片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你平常收集的图片的一些重要性 那么说到这个图片了 素材我们就先给大家讲两个简单的变化方法 先来看一下这个环保的一个海报 这是一个迷路 里面呢这个是一些环保的这些图案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这些东西慢慢的会再消失 因为我们过渡的这个损耗呢 它会再消失 就是这样的一个宣传性的一个海报 这个变化方法也比较简单 老师呢在这个网站上找到这样一个图片 首先呢你会把这个路抠出来 无论你是用这个抹棒工具或者说你这个钢笔工具去选取它也都可以 现在呢它是完全是自己独立的一层 然后没有其他的一个背景 是这样的独立的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些图标 那么图标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单一的一个颜色 当然你可以吸取成这样的一个颜色 背景呢我们可以直接用色放去去吸取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背景 路呢本身它没有一个颜色 这样的话你可以复制选住这层图标的这层的 按住out键向右拖动 然后你可以复制这层 同样的按住out键的时候 选住这层按住out键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个双箭头 上面是一个黑色的 下面是一个白色的 然后你向下的去拖动 Ctrl1呢是向下组成一个图标 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拉到这个适当的大小 你需要录的这样的一个轮廓 那么到这层呢我可能会去这个 剪掉其他的这个多余的这部分 我再重新操作一下 按住out键点它会出现选区 点你这个路的这一层去会出现一个选区 回到选区以后呢你选择上面的这一层 选择上面这一层呢你反选Ctrl-Shift-I 反选 删掉 路轮廓里边的这些图标这个层 然后你隐藏这个路的这一图层 那么这会呢你这个路就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就有图标的就出现了 你也可以去对它这个大小进行调整 这个方法也是比较简单 最基础的东西有时候你可能会做出 也比较不错的一个效果 然后加上一些文字 就是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这Photoshop里做起来也比较简单 这是我模仿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用到这个滤镜里边有一个滤镜库 有一个彩色半调是这样的一个特效 我们先关一下 然后在最一开始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图片 这样的一个图片 我快速的给大家操作一下 然后你要快速的把这个人物抠取出来 C 然后你可以 裁切掉多余的这部分 新建一层 到这个通道里边呢去挑选这个 颜色跟这个背景反差比较大的一个颜色 再新建一层 这就是说你把这个人物抠出来 你也可以用钢米工具去抠 但这样的时候如果你做的细的话 你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个头发也给它抠出来 这样的时候去拖动 拖动这个色块 这是白色的 让你这个人物呢 我们现在想要选的这部分就是加上头发 加上人物这一部分 那我尽可能的让它这个之外的部分 人物之外的部分变白 人物呢可能尽可能的去黑 这个有利于我快速的把这个图片抠出来 那我们其他的这部分呢 怎么办呢 我可以用这个画笔去吐住 因为这些都是我需要的 等一下我需要的 做选区的这部分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问题 它们三个对加到一起的时候 会出现这个噪点 在我们以后讲这个特效的时候 会讲到怎么样去除这个噪点 这儿黑老师快速完成这个效果 我们就在这里就先不讲 然后你在这里的时候呢 你Ctrl 然后加你的鼠标左键 单击它出现这个选区 那么这个选区呢 就是我将要的这个选区 回到这个图层 然后你Ctrl 然后你Ctrl 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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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就可以拖动它了 这个就是回到我们这一步 这个人物单独的被拖出来了 先把这个取消 然后给同学们这样的操作一下 拖出来 过了以后呢 你肯定是如果你见海报的话 60x90你要去调整它的一个位置 人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对境库 拖掉图案 这个大小呢 然后这块呢 也可以选 就是这种网点的 还是圆形的 直线 这样你可以去设 当然你可以去设 去设 去设以后呢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它的一个图层 图层之间的一个变化 选择柔光 然后这会儿你会发现 你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么你可以去调整这个曲线 让它的曲线呢 是为了让它这个明暗的 对比更强烈 暗调的部分和这个高光的部分 对比更强烈 这会儿呢 它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然后你也可以再去调一下这个 调一些这些色阶等等 这个就随你自己去调了 然后这个背景也比较简单 你要是模仿的话 你就可以到这个 原有的这个海报 就是很多海报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做到没有想法的时候 都不要紧 你只要掌握了它这种方法 你都可以去模仿 然后就是拉一个渐变 也比较简单 吸取变色 在这有一个镜像简变 然后直接去拽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个参数也是可以去调整 这样可以拽出来 然后加上文字就OK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做海报的时候 你一些色素材到你手里之后 你怎样的去做 对它做一个简单的变化 下节课呢 我会说一下这个 它的最后一个组成元素 就是色彩 这二课呢就上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